Makiel被自己MV吓到 我跟她说妈我回来了 然后我来看妮娜 然后我真的热情 Makiel今年发现新EP 聊起过世的妈妈差点泪崩 然后很容易的去唱 然后我一直去跳 然后我一直就想要把妈妈的事情 把你挽回来 挽回来就忘记了 妈妈今年初肺癌病症前 Makiel仍在北京录音 我要站在白色的云上 拥抱她 用我的翅膀 金哥站在云端上 原本要录给妈妈听 录完那段时候就发给我妈 我就以为妈妈已经听到了 但是她就要给我一些意见 妈妈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 或是的时候 我才看到她的手机的 我写给她的一些message 什么都就一看 她没有听 之后就觉得说非常非常后悔 我什么都没有做她就走了 到妈妈的面前在唱给她听过 没有 如果要唱到后来 可能我应该会很懂吧 会想到妈妈吧 而Makiel三年前闹出最后问奖 她现在大小黄 时机会回淘气了 可她有没有喝醉 还会提醒她戏安全带 但这新歌又是夜店风啊引发网友的负评 我很喜欢夜店的原因是第一就是 然后DJ很棒 那边的夜店的音乐很好听 自己可能也可以当DJ了 然后就一练就觉得 哦 好好玩哦 就之后去夜店都是因为工作 结果现在当后的女DJ都有这种路线 快来看Makiel的至今的MV 也是一种风格啦 那一支为什么会跑出来呢 这我也不知道 因为是万圣节的时候 我们在想说 哎 花一个鬼的妆好了 就是那些特效都还没有做好 就出来了 就觉得连自己都是被自己吓到 想说好恐怖哦 一直都很喜欢大浓妆啊 你们看之前的我也是很浓的妆 那会担心人家说 那你这样氛围太重 你装滑开吗 以前就被讲了啦 就其实从小被讲到大 氛围好重哦这样 算是起乎你自己风格的 做自己的 没错 对 好 赢过来Online 你要干嘛 不要 我倒 你 我 ну 你 你